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因为有一些华南云与带的云来到了台湾 所以台湾云量会增加 不过它目前来到的这些云量 它的水汽并不算特别的多 所以不至于造成下雨 可是各地云量增加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 各地降雨几率的部分 主要还是在东半部地区 英封面的东半部地区大概20%的降雨几率 那么中南部地区5号的山区 可能会有一些热力作用所产生的零星降雨 但整体来说都还是稳定的多云居多 那么降雨几率都不超过20%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20到28度 虽然我们看到云量增加了 但是也无碍于白天的温度逐渐的回升 而中部地区是22到29度 南部地区23到30度 东部地区是19到27度 澎湖地区是23到27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22度 台中台东还有澎湖 目前是23度 台南跟高雄目前是24度 宜兰是21度 花莲是20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是涨多跌少的 因为美国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比预期的在稍微的低一点 预期是5% 而实际的数字是4.9% 所以我们就看到尤其是科技类股就出现了反弹 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了30点 收盘指数是33,531点 跌幅0.09% 主要原因是 在所有的各个类股当中 在昨天美国股市当中 主要是跌能源类股 还有金融类股 所以我们就看到 道琼在这方面的比重比较高 所以道琼是跌的 但是纳斯达克上涨了126点 收盘指数是12306点 涨幅1.04%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18点 收盘指数是4137.59点 涨幅0.45%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29.67点 收盘指数是2997.51点 涨幅1%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1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2.56美元 贝尔布兰特原油 也是下跌了1.0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6.41美元 跌幅1.33% 那么油价的下跌呢 反映的是 美国呢出现了4个礼拜首度的原油库存增加 增加了300万桶 这里面当然就凸显出来 可能需求上面就不尽如意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油价的下跌 而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也是跌多涨少的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0.72% 芝加哥小麦期货下跌了0.54% 芝加哥玉米期货呢 则是上涨了1.41%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黄金啊 还有贵金属的部分 这个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下跌了5.80美元 每奥斯报价是2037.10美元 跌幅0.28% 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上涨之后呢 出现了拉回整理 那么白银的期货呢 也跌了0.93% 铜的期货下跌了1.55%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1.61%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美元指数的部分 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下跌了0.15个百分点 来到101.44% 这里面呢 欧元英镑还有日元 对美元呢 都是升值的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是下跌 英国金融市报白银股价指数 下跌了22点 跌幅0.29%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35点 跌幅0.49%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下跌了59点 跌幅0.37%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美国劳工部呢 昨天公布了 上个月就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里面呢 其实比预期好的地方 是一般的通膨 年增率4.9% 月增率符合预期 月增0.4% 那么但是呢 因为这个跟去年同期相比 来到了4.9% 而且是连续10个月 它的这一个通膨的数字呢 逐渐的往下滑 所以呢 这就激励了美国股市呢 上涨 但是呢 在核心通膨的部分 就是扣除掉能源啦 扣除掉食物啦 这些波动幅度比较大的 这一些大宗商品之后呢 它剩下来的这一些 涨上去就不太容易跌下来的 核心通膨呢 年增率还是高达5.5% 虽然呢 比三月份的5.6% 稍微的下滑 可是还是在很高的数字 而且符合预期 月增0.4% 跟三月一样 然后同时也是符合预期 所以从核心通膨的角度来讲 5.5% 还是相当的高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市场上现在呢 很快的在 利率期货市场上面呢 就预期下个月 也就是6月的 联准会的会议呢 估计应该会停止升息 因为你看到通膨 连续10个月的降温 然后来到了5%以内 可是呢 因为核心通膨 还居高不下 所以呢 年底降息的几率 其实也不太高 好 另外呢 市场关注的焦点 当然就是美国的 债务违约的风险 这件事情啊 那使得呢 美国 因为到昨天呢 那么经过了拜登 然后邀请了 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的 国会议员到白宫 商量完了之后呢 最后没有任何的结论 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呢 继续的开会商量 那么使得呢 这个连这个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的一年起信用交换 CDS的价格标出了历史的新高 而且呢 它现在的价格还高于 常常违约的 包括像希腊啦 墨西哥啦 还有巴西啦 他们的一年起国债的CDS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市场 还是担忧 虽然觉得说 最终一定会解决 可是呢 这个草草攘攘 到底什么时候解决 目前呢 是看不出来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挪威 那么挪威呢 他们昨天也公布了 他们的通膨数字 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百分之六点四 也同样的比五月 比三月的年增百分之六点五 微幅的下滑 和数字还是非常的高 远高于百分之六 而且呢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 从百分之六点二上升到百分之六点三 所以呢 挪威的经济学家预测 挪威呢 估计它六月的时候跟八月的时候 恐怕还要再升息 好 这是挪威 所以现在每一个国家 看他们的通膨数字 他们的货币政策不尽相同 美国有可能会停止升息 然后年底降息几率 目前看起来 如果以核心通膨的状况呢 这个几率还是不太高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日本的五大商社 因为这个股神巴菲特青睐 那波克夏投资了之后呢 开始受到了矚目 那么这五大商社呢 他昨天公布了 一直到这个今年三月底 因为他们是从四月一号 到今年三月底呢 他们是一整个年度 他们年度从四月一号开始 那么从上个年度来看的话呢 这五家商社包括了 三菱 三井 柱友 伊藤中 还有顽红 过去这两年的获利呢 成长了将近三倍 他去年交出来的净获利呢 4.2兆日元 也超乎预期 那么这里面呢 也使得他的股价 这五家公司呢 股价在过去这两年 飙涨了80%到230% 算是这个波克夏公司 当中呢 获利发展 获利成长速度 非常快的公司 好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中美在经贸上面 有没有机会出现破冰 那么现在传出来说呢 因为五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六号 也就是下下个礼拜呢 在美国的底特律 要举行APEC财长会议 就经贸官员会议 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 现在估计美国的这个 这个贸易代表 戴琪当然会出席 那现在传出来说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也会出席 所以呢可以出现 美国的商务 美国的贸易代表 然后跟中国大陆的 商务部长会面的可能性 那么这将会是 今年二月气球事件之后呢 最高层级的会面 但是能不能够成行啊 那还是要看五月二十六号 二十七号的情况 不过值得注意的呢 是那么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 在昨天的表示 在美国上市的 中国企业的审计当中呢 发现了一些不可接受的问题 那这也就是 这可能就是最近啊 那么中国大陆的 在美国的中概股呢 一直狂跌的重要原因 也拖累了香港恒生指数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汽车 这个汽车成联会呢 他们这个提出来的 他们的统计显示 那么今年第一季 中国大陆的出口的 这个车数呢 高达了106.9万辆 超越了日本呢 在今年第一季的 104.7万辆 成为全球汽车出口当中的 第一名 那这里面呢 尤其是新能源车 是最重要的动力 只有两个主要呢 出口狂飙的动力来源 一个呢是 因为俄罗斯从 入侵乌克兰之后呢 那么它遭遇到了 全世界的抵制 所以很多的汽车 也不能够卖到俄罗斯 成为中国大陆的 品牌汽车的 最主要的市场 快速成长的市场 另外一个呢 就是新能源车 所以带动了 它第一季的汽车出口呢 年增百分之五十四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商业联合会 所公布的 五月份的 零售业景气指数 来到了五十一点一 比上个月再增加了 零点三个百分点 意味着呢 企业经营的信心 零售销售的 这个信心呢 又在进一步的 往上升 好 不过在 入港股的部分呢 主要上证指数啊 国企类的 就是这一些 大型的国营企业呢 它涨多了 出现了拉回 下跌了 三十八点五二点 收盘指数是 三三一九点一五点 跌幅百分之 一点一五 深圳城市呢 则小涨了十五点 收盘指数 一万一千一百四十点 涨幅百分之 零点一四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下跌了九十点 收盘指数是 一万九千七百七十七点 跌幅百分之 零点四五 好 接着呢 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开低走低 做收盘的时候 下跌了八十五点 收盘指数是 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一点 跌幅百分之 零点五五 成交金额萎缩到 一千九百六十六亿元 那么台北股市 昨天呢 因为这台积电呢 所公布的 季配息 从二点五元 提高到三元 那么这项 被视为利多 但是利多反而不涨 反而是下跌 所以呢 使得台北股市呢 最后呢 跌破了月线 也跌破了季线 这里面外资呢 继续的卖超了 五十八亿元 投信呢 则是买超十二亿元 自营商卖超二十八亿元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上市会的月营收 昨天呢 十号 那全部的上市会公司 公布 四月份的营收 公告完毕 结果呢 四月份的营收呢 是二点九六兆 那么跌破了三兆的关卡 不管跟去年同期相比 或者跟这个上个月相比 都是减少的 跟上个月相比 月减百分之八点三四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百分之十一点三八 而且一到四月累计起来的话 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是年减百分之十一点六五 那么四月份呢 有创历史新高的营收的加速呢 只有十六家 那么比三月份的八十三家 跟去年的七三家相比 是明显的减少了非常的多 好那昨天有几个重量级的 这个财报的公布啊 包括了台积电公布 四月份的营收 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是减少了百分之十四点二九 不过跟三月相比呢 终于出现了回升 经过了二月跌三月跌 然后呢 四月终于呢 年月增百分之1.71 有指稳的现象 不过呢 按照四月的数字来看的话呢 五六月 它必须数字很亮丽 否则的话呢 第二季的数字 恐怕那个低标 就财测的低标啊 恐怕都是相当的这个辛苦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联发科 联发科的营收呢 更是大幅度的衰退 代表的是手机业务的衰退 幅度相当大 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百分之四十六 跟上个月相比 月减百分之三十四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半导体产值呢 估计呢 今年全年年减百分之十二 这跟二月的时候的预测 年减百分之五点六相比呢 是明显的在继续下修预测 另外航空商三雄呢 上个月的营收呢 都是大幅度的成长 不过这里面华航啊 因为货运量的减少的关系 所以呢 获利反而是减少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后边就是参考状的令人 还是参考状的